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曾小如 歡迎大家收看分行全接觸 來到這個環節 繼續有郭Sir解答現場客戶的股票問題 郭Sir 你好 你好 郭Sir 今天會接播到金山分行的同事 有Alphys 在此 Alphys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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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看到暫時的大市成交439億 繼續編捲 現場的投資氣氛是否都比較深深 都比較深深 都是觀望為主 上次是21000 大家都去看看可否下一點才去買貨 是 尤其是上星期都升了不少 今天都要休息 下跌236點 事不宜遲 知道今天有幾位現場客戶想問郭Sir股票問題 是嗎 是 第一位是吳先生 好 謝謝 好 喂 郭Sir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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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兩隻股票 是 有一隻2628我早幾日買的 17元1號2買了 我現在上不到它跌下來 我想看看上網是否應該拿著還是放著 好 一隻一隻來 先說第一隻股份 2628有中國人 暫時股價17元 跌幅超過1% 2% 吳先生就17元1號2有貨 賬面上輸了少少錢 有沒有上網空間還是應該只蝕來搶 短期來說沒有太大的憧憬 大家在看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 可能MSCI 納入中國A股之後 就會帶來一陣子的刺激 因為資金會流入 不過我看法就比較一般 我覺得納進的機會是一半一半 而且錢進去都還要看 你佔MSCI的比重是多少 現在甚麼都不知道 大家已經猜得比較正面 第二就是如果深廣東一通過之後 在這個誘因之下 兩地股市就會好像去年一樣升 這個看法我就覺得未必會出現 因為現在戶廣東 其實戶股來說 大部分都是中資銀行股 或者是保險股 是有利於板塊的限度上去 但問題就是 A股持續還是整顧不前 一直在2900點 你看到貴度業績 已經看到 中仁壽就是因為 A股不前 變成投資的收益 一直都是欠理想 所以股價一直持續不振 早前來說 曾經創了接近一年的低位 16.2號8 這陣子繼續上下反彈 去到17.6號8 已經有少少行人止步 相對於恆生指導 升了兩三千點 它的表現比大市差 因為A股一日不動 A股一日反覆帶遠 中仁壽的股價 一日還是整顧不前 幸好輸贏不是太大 你問我需不需要指示 我覺得今天 技術上已經是再跌穿10點線 在現在這一刻 我就建議 一旦跌穿17.1號 就亮了紅燈 問題就是 到底我16.9走 還是16.7走 還是16.5走 這視乎你自己抵禦風險的能力 比如這樣 我預計了五毫子反覆 輸五毫子我就走了 那你就再看一會 反過來 你覺得不對版我就走了 因為我上網都不是太多 去到17.6號8 已經有少少行人止步 我有本事賺四毫子 我就預計四毫子封鏈給他 這樣你就記得很熟 現在這一刻可以暫時等一等 不過做好心理準備 勢頭還是進一步反覆 小心點 指數現在跌了238點 技術上來說 21,000點防守性 一旦有失 剩下我們今個月的低位支持 就會受到考驗 是20,680點 小心點 謝謝郭Sir 吳先生第二隻想問的 股份是哪隻 我想問是524 我是5毫一指買的 我見它都不是很動 看看它會不會還有機會上 524有Econ Group 暫時股價5毫 今天來說沒有升跌 想問郭Sir 5毫一指有貨 這隻股份好像不是太動 應該怎樣部署 其實是很難的 Econ我覺得00元的時候 炒過幾元一股 當時科網熱潮 但這個浪到現在這一分鐘 有些曾經走得比較漂亮 金山軟件、網龍這些都漂亮 最漂亮當然不用說 一定是騰訊 相反而言 Econ一直都是原地踏步 其實相對一年高的1.49 已經跌了差不多1元一股 你問我到底要怎樣做 一個月的低位是5毫 跌穿了就要止蝕 這是守則 我不管你5毫幾指 止蝕位是一個月的低位是5毫 現在已經是穿了 不過不是正式跌穿 當他穿了5毫子 一乘都四毫九千半 四毫九或多或少都會比較反覆 因為很多人都是拿著一個月的低位 來做止蝕 因為再向下一個防守性的支持 就要退守一年的低位 那個就是四毫子 我覺得深了一點 幾個先升的當然是開心 不對板幾個先要止蝕的 亦都是要進行的 因為我們短炒就是短炒 你記得 如果你中線部市 你想留住那首貨的 做法是不同的 但你純粹是短線的 不過一個星期三兩日貨 可以就行不行 我就走的話 那現在你分中穿了5毫子 1乘4.9 0.495的話 就要止蝕了 當然只要拿貨少 你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就零計 78倍PE 我覺得高了 我覺得貴 不要三五重就算有 好 麻煩你 郭Sir 不用麻煩你把電話 交給我們的分行同事 下一位是黃先生 好 麻煩你 郭Sir 你好 黃先生 你好 黃先生 你好 我想問鐵路股 那些390、1186 跌得這麼多 現在這個價買買得過 好 那390 中國中鐵 雜時股價5.82 跌幅超過4% 歪近5% 1186有中國鐵建 最新股價9.44 跌幅超過5% 歪近6% 兩隻這些鐵路股 都見到 今天的跌幅都相當明顯 是不是撈底的好機會 郭Sir 美國單方面取消了 一些合約的工程 有合約精神 你簽之前 難道不考慮所有的因素 為什麼現在簽了 現在突然間單方面說要取消 我看都是政治的取態 是不是 一早已經有這個問題 如果有問題 一早已經不會簽 沒有理由簽了之後 才走回頭 作為美國 如果你出現這種情況 連合約精神 你都不理行的話 那就真的差一些了 暫時來說 相關的股份 我想都會受到事件所影響 略為反覆 不過 就算沒有這個事件 老實說 股價都是反覆 一路一帶 其實是有來5年 10年 15年 20年 甚至25年的發展 但這個是長期的 不會單方面 一兩個項目取消 就會受到影響 但市場本身是持續低迷 這都沒有氣候 去年一路一帶出來 整個板塊是飛沙走石 但現在已經刺情不在了 再說 A股大幅度下跌 蒸發財富屬天文數字 港股被憑綁的資金亦不少 輸了就是輸了 所以暫時來說 就算個別股份有少少利好因素出來 股價都很難出現 像去年一樣 而倍數的上升 我看法比較忠誠 我不看太淡這個板塊 但你說現在這分鐘 買了之後怕不怕 就很視乎自己的持倉能力和能耐 就算股份沒事 很硬正好好的好 你不夠能力去拿 你沒有足夠的能耐 你都會輸的 好 請郭Sir 黃先生是否還有第二種股份想問 700騰訊 最近升到這麼高位 今天趁跌市回到 追不追得過 因為它又創了新高 好 700騰訊和股 暫時股價875.7 今天股價偏短 但值得留意的 今天再次破頂 創了上市以來的新高 判中高見178.5 現在看它回回一點點 是否一個撈貨的好時機 你留意一下 雖然創了一個月的高位 但同時期它的股價 亦都是跌穿了 或者輕輕跌穿了 上日的收市價 值股份如果要創新高 其實來說 第一看成交這麼低 以騰訊在恆指成分裏面 佔的比重有9.65% 其實混雜著買和賣的盤 是很多的 買了那些又不需要擔心 沽不到 沽了那些又不怕補不回 最重要是你肯止蝕 有足夠的流量在市場上 這是真的相當好的 以市值來說 16,510億 16億 相對匯控來說 其實騰訊大很多 現在這個價錢 我就不建議買了 175元騰訊 用計數機按一下 相當於875元舊價 當然業務一直高速增長 40多倍市盈率是可以給的 不過問題就是 它手遊的業務 是處於增長之中 但是它那個網上廣告 是放慢了的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價錢 再追來的直播率 175元買 你就上網178個半 今天的高位 反過來一跌穿173元 你就要止蝕了 不過這樣最好都是官網 等等好些 好 麻煩了 郭Sir麻煩王三張電話 交給同事Alphys 好 麻煩你先 OK 好 喂 是 Alphys 暫時和你談到這裏了 好 麻煩你 麻煩你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再回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謝謝你詳細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